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阿元讲鸟话 相信大家都知道目前最热门最令人兴奋的话题就是iPhone7 没错,往下有各种关于iPhone7的宣传片 看完宣传片后,骗到刚才只有三个字 好,想,要 但现实往往是残忍的 是为学生又或者普通打工族而且没什么储蓄的我们 根本就买不起这安贵到妈妈都不得的丢花 为了让我们这些买不起的穷逼在心灵上得到一些安慰 所以我整理出了买不起iPhone7的六大自我安慰方法 是的,这个影片只献给那些买不起iPhone7的朋友们 也包括我自己 买得及的土豪们,你现在要关掉影片还是来得及的 不过如果想继续看下去取笑我们的话 那就看吧 第一,不要浪费根本就不需要浪费的金钱 根据Apple所公布的iPhone7市价 最便宜最便宜的也要3000多马币 对,是3000多马币 这种添价对一个普通打工族或者学生来说 是根本买不起的 除非你本身就是富二待遇或者你银行有一笔储蓄 但我相信并不是每个有储蓄的人都愿意把自己心情糊糊存下来的所有储蓄都花在一架电话上 当你很渴望想得到iPhone7的时候 请停下来告诉自己 不可以,3000多块我可以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 我可以看出200多场的电影 吃足百多餐的台湾 韩国、泰国、法国、美国 各国的超级美食套餐 我还可以拿着这3000多块出国旅行这里飞那里飞 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精彩 无忧无力的吃喝玩乐 极开心 第二,以免极高自身危险性 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的自然实在太差了 打劫案时常都会发生 你试想想如果你是匪徒 你是不是会先抢用iPhone7的土豪 对啊,因为只要你用这iPhone7一眼看上去的感觉根本就是土豪啊 不抢你,这样要抢谁哦 是不是 所以,为了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还是必要买比较好啦 第三,防水功能根本不需要 嗯,不需要 是的,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一次新款的iPhone多了一项功能 那就是防水功能 我操 防什么水哦 我现在用的电话不是一样没有防水功能 还不是一样用 也不够我进水 没错 这种时候你就是要抱这种 吃不到葡萄讲葡萄酸的心态 要一直不断的灌输灌输灌输 努力的欺骗自己 防水男女好哦 水进不去就代表电话的热气不能散出来啦 哇,这样的话电话容易烧的哦 电话烧过度 会爆炸的哦 哇,我还是不要买比较好啦哦 不要买啦 第四 情侣之间可以避免吵架 这一点是没为身为男友的顾虑 因为感觉上只要你一买 就必须买买女朋友的份 会比较恰当 可是你的储蓄又刚好只能够买一家哦 买了后到底是应该自己用 还是让给女朋友用嘞 这个问题对部分男朋友来说 确实是蛮烦恼的 所以 为了避免请你之前 因为一家电话搞到大家不开心 你 不要买比较好啦 真的 不要买不要买 第五 iPhone 8很快就出了 7很快就过时了了 用iPhone 6的朋友们 你看 你去年才买的iPhone 6 现在已经不是王道了 用iPhone 4或iPhone 5的朋友们 当初你辛辛苦苦控制着自己的欲望 压抑自己不买iPhone 6 恭喜你 你已经熬过了 这一次的iPhone 6也是一样的道理 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 熬下去 蛤 iPhone 9出了 不可以 很快就过时了 我等iPhone 20 哇 iPhone 410 新功能还可以飞天钻地 不可以 很快就过时了 我等iPhone 411 就是这样 不断的灌输自己 买了会后悔的念头 因为新款真的真的就快出了 第六 等待漂亮二手机 因为可以省下很多 这一点也是最实际的做法 两年前 我买了一架二手iPhone 5S 那主人保护得非常好 根本跟新机没什么两样 所以我立刻以一个超便宜的价钱买了下来 那价钱是便宜到身边的朋友都想打我 我想告诉你们 不一定要买新机 耐心等待保护得很好的二手机 因为真的可以让你省下一大笔 而且 更加值得 以上综合 买不起iPhone 7的六大自我安慰方法 这六项是我按着良心千辛万苦 洗出来欺骗自己的 希望大家比较认真看待 除非你也愿意和我一样欺骗自己 由于现在的iPhone真的真的太贵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 有些人为了很想得到 到处去借钱 想尽办法来买一架手机 但你是想想 这么做 真的值得吗 为了一个昂贵的真实品 而搞到自己欠下一笔债 又或者增加了自己每个月的负担 到最后 你真的会因为得到了iPhone 7 而感到开心吗 正所谓 做人懂得自足常乐 iPhone 7只是过客 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是鸟话 讲到底 都怪自己没有钱 我是阿元 希望这一集阿元鸟话能够安慰到你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作品 不要忘记把这个video也分享给你身边 一些想买iPhone 7 但又买不起的朋友们看 让我们一起来 同病相连 你们也可以去关注我和沙子的 Instagram和赖我们的Facebook page 以关注我们最新的动态 也别忘记去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我会把接下来所有的作品都上传在YouTube 想看各多阿元鸟话的话 就记得要去Subscribe啦 好啦 今天的阿元鸟话就讲到这里 拜拜 我们下集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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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